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的十年里,人们重新聚焦核电站的安全问题。 很多欧洲国家甚至为了保证安全,纷纷关闭了国内的核电设施。 德国环境部长施特菲·莱姆克称,核电站只能为三代人提供了电力,但遗留下来的问题却让三万代人都处于危险中。 前面视频我们提到过,中国整整耗时30年,成功研制出全球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 对此,日本酸了,直呼,抄袭我的技术。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是1956年美国科学家泰勒提出的理念,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站堆形,甚至被称为傻瓜式堆形。 就是指发生异常情况时,该堆可以在不需要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保持安全状态,这对视安全为生命线的核电意义重大。 那么,高温气冷堆是怎么来的呢?它又有哪些优势呢? 神秘燃料又究竟长什么样?我们今天跟随央视记者的步伐一起去看看吧。 1月15日,是我国核工业创建65周年。 65年来,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一系列自主重大跨运,构筑了完整的核工业体系,形成了更高水平的核工业创新链和产业链。 中国核工业从两单一挺到核能发展,从国防建设到服务经济社会,从独立公关探索到广泛开展合作,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工业发展之路。 近日,央视记者有幸探访了全球唯一的球形核燃料生产线,中和北方核燃料原件有限公司近距离感受应用于和平领域的核。 中和北方核燃料原件有限公司,简称202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目前我国大陆有47台载运核电机组,而为核电站提供核燃料原件的生产厂,全国只有两家,202厂就是其中之一。 202厂成立于1958年,曾为国家两单一挺和核电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是我国首作核燃料原件厂。 现如今,这里已发展成为中国核燃料原件种类最多,技术路线最全的生产供应商,拥有重水堆、压水堆、AP1000和高温气冷堆等多条核电燃料原件生产线。 坐落于包头市青山区的202厂,外界对它的印象是防护严密,等级森严。 据包头人讲,从前,当地人出于对核的恐惧和对核燃料原件生产的不了解,担心核辐射一般都不愿意到202厂周边买房。 如今,随着人们对核应用的进一步了解,202厂已不再是居民购房的进去。 周边居民楼林立、学校、医院、商业街等一英俱全,广场上还有跳舞的、打牌的、遛狗的充满了生活气息。 进入核燃料原件生产车间,一线工作人员只穿着一件普通工作服。 核燃料原件在制备过程中就像刚开采出的原煤并没有发生裂变反应,属于弱放射性物质。 202厂压水堆核燃料原件生产线负责人杨光宇解释说,一张薄薄的纸就能挡住物料释放的Alpha射线,没必要穿辐射防护服。 根据测算,即使在核燃料原件厂工作一年,工作人员受到的有效辐射剂量也仅相当于做一次X光透视。 一线生产工人开玩笑说,比起贴满大理石的豪华装修房,生产车间内的辐射量要低得多。 尽管如此,为尽可能减少工作人员直接接触生产物料的次数,生产车间采用自动化流水线,从原料提纯到加工生产出成品,全部由机械设备完成。 偌大的车间,只看见两三个工作人员实现了安全和效率的最大化。 此外,202厂全部采用密闭厂房,而且是负压设计,只能让外部空气键厂房内的空气却出不去。 如果,把核电站比作一台锅炉,核燃料原件就像蜂窝煤,我们厂就是生产蜂窝煤的。 202厂党委副书记常贾晨说,202厂拥有各种堆形的核燃料原件制造能力,能为核电站供应多种蜂窝煤。 而核燃料球是蜂窝煤煤中最特殊的一种。 这种在202厂的高温气冷堆核燃料原件生产车间生产出的新型核燃料原件,不同于以往的柱状造型,而是一种黑乎乎的圆形球体,外形酷似龙珠。 直径6厘米,重量200克,内含7克核燃料,个头不大,每一个龙珠却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足以让一台空调持续工作4000小时以上。 令人惊叹的是,球体内的核心颗粒竟然只有比肩大小。 为了确保核燃料的质量和安全性,生产过程中需要精确控制超过400个技术参数。 每个燃料球内,有大约12000个圆珠比肩大小的颗粒,这就是整个原件最核心的部分,二氧化油核心。 为了阻止裂变产物的泄漏,每个二氧化油颗粒身上有四层包覆材料,最内层是疏松热解碳层,负责吸收气态的核反应产物和缓解硬力。 其外有两层致密热解碳层和一层碳化硅层,这是目前最先进的包覆方式。 这就相当于给内部核燃料及产物穿上陶瓷铠甲,使得核燃料球能够在1800摄氏度、450个小时的连续高温考验下,保持完好、无破损、有效防止放射性物质泄漏。 这条高温气冷堆核燃料原件生产线是全球第一条具有第四代和技术特征的工业化规模燃料原件生产线,承载了清华大学30多年的研究成果,具有中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该生产线于2016年8月正式生产,平均每年可生产30万个核燃料球。 这条球形核燃料生产线的独特性和先进性,不仅展示了中国在核燃料领域的卓越技术实力,也为全球核能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机遇。 北方初春,连日来的雨加雪,让不远处的阴山山脉覆盖了一层浅浅的白,轮廓也被勾勒得更加清晰。 65年间,怀有远大理想抱负的动粮之财不断聚集在这里,干惊天动地式,做隐姓埋名人。 高温气冷堆属第四代核电技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球形核燃料原件是高温气冷堆的能量源泉,是一项买不来、要不来、逃不来的关键核心技术。 历经十余年时间,1958年创建的我国核工业第一批厂矿,中和北方核燃料原件有限公司终于将球形燃料原件制造这一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这天,清华大学教师、高温气冷堆工程技术支持团队的刘兵教授又背起了行囊,踏上了北京包头的列车。 他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踏上开往包头的列车,自2008年项目启动以来,他就没有间断过到包头,到中和北方的行程。 在这儿,他和中和北方的技术人员一道,为了这条核燃料原件生产线的公关而努力。 2014年开始,近千套的设备陆续开始进场。 为了弄懂所有设备性能,也为了后续能够自行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中和北方的技术人员都选择泡在现场,主动和设备厂家以及清华大学老师交流业务。 2015年,生产线进入调试阶段,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至,这让现场的技术人员应接不暇。 比如,包覆炉的炉鸦不受控,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无法控制。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连续实验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 完成一炉包覆需要八个小时,我们每天得包四炉。 自项目立项就参与其中的刘伯暗暗在心中盘算着。 这段时间,很多技术员都是早上七点就进厂房,一直工作到下午。 如果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出来吃个饼子或者泡面,然后再进去一直工作到深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连续泡在现场的攻坚,最终解决了问题。 高温气冷堆荷燃料原件制造过程中,有一项技术被称为是笔尖上的工艺。 0.5毫米近似圆珠笔芯大小的球状物,在车间分散住内连续降落,肉眼看去就是一条直线,很难分辨,更别说精准控制它的流量了。 要想解决流量稳定的问题,保证产品质量,必须要保证流量的精度在零点几克。 当时的技术人员,如今中和北方高温气冷堆原件生产线,一撤间核心施法班组长原中生和同事们通过多次的试验得出了关键技术参数。 期间,他们与设备厂家合作设计了流量剂,并自主设计制造了自动化震荡信号控制系统,使得流量的精度得到有效控制,极大的保证了产品质量。 球形燃料成型工艺的难度同样不容小觑,要将一万两千颗不到一毫米的颗粒与石墨粉混合压制成新球,如果有一颗新球跑出燃料区就是不合格的。 合格率太低了,怎么办? 新产品,新技术,调试之初,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让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捉襟见肘。 我们把压制完的模拟舰背到清华去,在那的试验线进行后续的生产,看看效果怎么样。 当时的燃料球制备车间主任,如今已是副厂长的田九成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想法。 之后,几个人在清华最终找到了改进方向,世界首条高温冷堆核燃料原件生产线宣告建设成功。 如今,中和北方成为当前我国核燃料原件种类最多生产商、供应商、服务商,发展成为我国核电燃料原件研制技术路线最全,拥有多条核电燃料原件生产线的核燃料原件厂。 可以看见的是,从引进二代、三代核电燃料原件制造技术到建成世界首条工业化规模的高温气冷堆核燃料原件生产线,掌握具有四代特征自主化的核电燃料原件制造前沿技术。 中和北方正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走向自主化研制的道路。 同时,不断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描绘出了我国核燃料原件制造不断创新发展的浓缩版的路线图。 在完成日常生产任务的同时,中和北方凭借61年科研生产经验在核技术应用领域不断突破创新。 研制生产的航天用侧高一屏蔽体,助力神舟嫦娥飞上太空,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通过核技术拓展,先后开发了股条结棒、医疗堆燃料原件等多种民用产品,打破了国外技术的垄断。